做好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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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哈啰小朋友 又是我Color依依 我桌上是否有很多 食物和工具呢 今天呢 我想分享和大家 做一件很多人都 很喜歡吃 又很好味的甜品 尤其是夏天 好熱啊 這種甜品是好冷 好冷的 是什麼來的 沒錯 就是雪糕 雪糕啦 我呢這次想做三種口味 三種口味的 雪糕 有些工具是需要有 我們要有一個 很大的碗 大過我的臉的碗 然後當然要有磅 要有磅 另一個工具就是這個 電動打蛋器 電動打蛋器 是用來打忌廉的 哇 還會要用這個叫做 炸汁機 炸汁機 OK 好啦 這些這麼漂亮這麼漂亮的水果 是 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 哇 那呢 做雪糕很需要用到的呢 就是 忌廉 忌廉 好嗎 芫荽機機 都很肥肥 那這次呢 我還有自己 有一點點的配方 就會加一些 紅火龍果 紅火龍果 下去 另外這兩個呢 哦 它的形狀很可愛 是啊 就是芒果 芒果啦 那最後呢 是美綠朱古力味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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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食材 就是煉奶 煉奶 煉奶 好啦 我們開始啦 嘩 好啦 那呢 就先做融了那些美綠粉 先 就要煮一煮的 要隔水 隔水煮一煮 或者坐熱 令到那些朱古力融了 如果加了煉奶太稠 太稠呢 就加少許的牛奶 全脂牛奶 下去攪拌 攪拌 那呢 它現在的粉就溶完了 好 那煮溶了之後呢 它還是熱熱的 那我就放進冰箱裡 冰住它 好 那至於一些士多啤梨啦 首先呢 就撕掉它那些的葉 先 士多啤梨呢 買了一些熟一點的 都OK的 因為呢 會煮一煮做士多啤梨醬 那呢 小朋友都可以幫忙 切一切士多啤梨的 可以把小朋友刀刀 都可以幫忙的 因為呢 會煮的 所以煮完呢 其實它的形狀都不會太Sharp 所以 其實小朋友呢 切得不太漂亮都可以的 好 那切了士多啤梨啦 那因為呢 我覺得紅火龍果呢 那些顏色呢 很鮮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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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所以呢 我自己就再加多少少少紅火龍果 一起煮 會更加粉紅的 那把那些紅火龍果呢 切細粒 切碎粒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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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紅啊 洗手就可以了 嘩 直接把士多啤梨呢 放進鍋裡 然後呢 我這個份量呢 加大約半湯匙 左右的砂糖 加上一些紅火龍果 下去 要不停攪拌一下 不然會黏底 還有可能會弄的 那現在已經呢 越來越熱了 小朋友可以呢 我就喜歡用這些刮刀 刮刀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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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士多啤梨粒 押 雕作更碎些 好香甜啊 做士多啤梨雪糕 又或者你喜歡所有味的雪糕 都要在冷點的情況下 去打氣的忌廉呢 那麼就可以先用一煲的冰水 冰水 然後才放些忌廉上去 現在再打起忌廉 大概打起忌廉 就加些煉奶 當然想沒有那麼甜 就加少一點也可以 之後再打 輕輕攪一攪 再加上我們煮好的 士多啤梨紅火龍鮮果醬 加進去 你做甚麼 你已經很想吃了 你不能吃的 乖女 哎呀 要綠一點點 綠一點點 要綠一點點 你知道嗎 我看到了嗎 唉唷 就可以再攪了 看看攪完變了甚麼色 是超級漂亮的粉紅色 不用攪到它爛 純粹攪勻它 還有一個玻璃兜 把它放進去 抹一抹底的水 慢慢倒進食物盒 食物盒裡 我剛才留起了一些 士多啤梨紅火龍果汁 把它加在表面上 然後就可以有少少 裝飾一下表面 嘩 多漂亮 然後呢 我就拿一塊保鮮紙 蓋在表面 然後再蓋上 就放進冰箱裡 雪硬它 嘩 嗯 不是說芒果好像豆豪 豆豪那樣的嗎 我學了一個方法 原來有一個方法 就是拿一隻杯 一隻杯 它這個邊很薄 很薄的杯 可以很快就拿到一些芒果肉出來 首先就要切開它 芒果粒核是超級大顆的 然後拿個碗 嘩 那就整條做出來了 嘩 粒滑的旁邊 旁邊的肉 家長都可以切出來用 那些芒果呢 切細細粒 細細粒 就可以了 嘩 芒果切成一粒粒 那就把它分成一半 一半 就放進摘汁機那裡 把它打成芒果肉 我這個炸汁機 是這樣扭上去 小朋友 你們自己千萬不要自己玩 因為會流血 媽媽和你一起說 你幫手按鈕就可以了 我這個就放進去 它就會很吵 看看打開了是怎樣 這些就是鮮芒果汁 好了 好了 芒果準備好之後 同樣是有打起了的忌廉 還有也是煉奶 打起了忌廉之後 就加上煉奶 煉奶下去 又是煉奶 對啊 所以呢 為什麼雪糕這麼多人吃 就是這樣 很邪惡的 還有把芒果醬都加進去 然後再用最低速攪勻 好了 至於最後這裏的芒果肉 就不要加了 加大約這裏的大半 大半左右 就不用再打了 不然就會爛了 就不會一粒粒 就這樣拌勻就可以了 這些膠盒 都可以做到的 只是筆的時候 可能要輕手一點 因為筆的時候 因為雪原會脆脆地 一下就可能會弄穿了盒 OK 哇 而且聞到很香 剛才不是說 要留一些芒果粒粒 把這些芒果粒粒 放在表面上 不要太多 太多因為會結冰 會結冰 不過就會淡淡芒果肉 留一些芒果汁 喵喵喵喵喵 變得有點花紋 吃得了嗎 當然吃得了 要放在冰箱裏 要放在冰箱裏 起碼六個小時 吸緊它 這些是一些朱古力 朱古力粒粒 很多時候都說 用黑朱古力粒 不過小朋友吃 不要吃太苦了 我會切碎這些朱古力粒粒 加在美麟冰箱裏面 吃下去就會有一些 粒粒粒粒的朱古力 你不喜歡 喜歡什麼都沒有 那不加都可以 好了 先切掉它 切碎它就可以了 切好朱古力碎了 同樣是先打起忌廉 喜歡可以用冰箱裏煮 再加上煉奶 煉奶和剛才煮的美麟漿漿 然後也是用最低速 最低速來攪拌均勻 一滴不漏 一滴不漏啊 好 好了 攪拌均勻了 把剛才切了朱古力碎 朱古力碎碎 就這樣加進去 這些不會煮肉 直接加進忌廉 在冰箱裏面 然後就這樣 把它拌均勻就可以了 然後再切多了一些朱古力碎碎 這樣可以加上去 哇 買進冰箱的冰箱 冰箱頒其中 rains 喔 oh 冷蓋呢 已經雪好了 不過在冰箱 冰箱拿出來之后 最好等15分鐘 等大約15分鐘 才要吃 因為現在 好硬的 好了 等了一鎮 哇 芒果味冰淇淋 這是美綠朱古力味冰淇淋 還有這個非常漂亮的 自多啤梨紅火龍果冰淇淋 還有一味我自己還嘗試做了這個 這是綠茶味的冰淇淋 有機會再教大家做 因為小朋友未必吃茶味的冰淇淋 這是什麼 就是筆冰淇淋的圓圓的筋 我們最好用熱水浸泡雪糕月液筆筋 我這裡有一個透明的杯子 我先把這個美綠朱古力味 放入熱水中浸泡 洗一洗 然後輕輕擦一擦 然後先用綠茶味 然後倒很漂亮的黃色芒果味 最後一個 噢 士多啤梨 哇 紅火龍果味 嘻 多漂亮 啊 小朋友 你想吃什麼味 有沒有見過一個 這樣形象的雪糕杯呢 想吃芒果味 好 都想要粉紅色 好 我們還可以灑一點裝飾 裝飾上去 可能會掉到處 還有還可以 用剛才的美綠朱古力粉 加一點奶 再做一堆朱古力漿 好 小朋友 這一集我教大家在家 自己做雪糕的影片 是不是很好看呢 大家記得訂閱我 KALA依依 就有其他影片看了 我的名字怎麼存 KALA依依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吃完雪糕 口甜不甜的 怎麼辦 沒錯 記得刷牙啦 下次見 拜拜